男人刚准备接老婆的电话 就发现妻子的闺蜜走了过来 他直接挂断了手里的电话 带着笑迎了上去 由于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 着急的小海又拨通了恩江的手机 可恩江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无视他继续和车员聊起了天 两人来到了办公室 恩江这次是找他整容的 为了能够更好地给出意见 车员温柔地捧住了他的脸 打算仔细地查看一下他的骨香 这扑面而来的男性气息 让恩江紧张地握住了拳头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曾经的画面 四目相对之时 两人都愣在了原地 车员看着眼前的女人 脑海里回想起那天 看到的美丽动体 他赶紧尴尬地收回了手 笑着告诉恩江 就在这时 妻子的电话又再次打了进来 原来是自己的岳母病情又严重了 妻子拜托她去疗养院照顾一下 车员本想给恩江换个医生 却被恩江委婉地拒绝了 离开的恩江也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让她和丈夫一起去照顾母亲 于是两个人刚分离又见上了面 一起坐着车来到了医院 然而小海的母亲 却对恩江十分嫌弃 还说她怎么一直都很老太吐气 这刻薄的话让恩江十分不爽 却还是隐忍了下来 笑着迎合着小海母亲的拉财 然而当车员匆匆走进来时 她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不仅坐起身热情地打招呼 还换上了一副慈爱的笑脸 看到女婿和女儿的朋友一起来 听到这话的两人都十分尴尬 连忙表示不会让别人误会 看着同城一辆车离开的两人 她知道这个女人会成为女儿婚姻的隐患 回去的路上 恩江收到了男友的消息 告诉她自己今天仍旧要加班 就在这时 车员邀请她晚上一起吃饭 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车员紧接着表示妻子也会赶来 这又让她兴奋的表情冷了下来 饭店里的两人谈笑风生 车员还贴心地为恩江准备食物 这样暧昧的氛围没有持续多久 小海就来到了两人的身边 一边感谢闺蜜的辛苦 一边夸赞着她今天十分美丽 还兴致勃勃地询问丈夫 车员也很给面子地说 这给两人都吓得不轻 还好车员及时地圆了回来 他们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了医院的见面 与此同时 太基正在楼下和空姐女友打电话 不仅一口一个宝贝地喊着 还隔着电话给对方送去飞吻 然而当面对回家的恩江时 他直接换了腹不耐烦的嘴脸 还嫌弃精心装扮的恩江太丑 尴尬的恩江只好转移话题 表示想坐一座他的新车 太基不耐烦地打开了车门 让兴奋的恩江坐进车里 然而很快他便发现了不对劲 副驾驶弥漫着不熟悉的女性香水味 他疑惑地四处查看 居然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发现了一只不属于自己的女性唇膏